这一个系列 我们会带大家用耳朵的方式 去走访台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荣幸的 邀请了我们第一位的驻外大使 吴志忠大使 嗨大使 明迪好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你聊夏天 台湾驻法国代表处的使馆 是在巴黎的那个正中心 就在塞纳河畔 在塞纳河畔 那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建筑物 其实很多人说它是 几乎是我们全球最美丽的大使馆 因为日本也有来这边拍过偶像剧 他就是在河边 所以你走到河边只要5分钟就好了 那我们旁边 我们就在 我不晓得大部分台湾人应该都知道 就是澳塞美术馆的后面 如果到澳塞美术馆 那2分钟 那法国外交部 事实上也是在澳塞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也是旁边是法国国会 然后再来就是法国外交部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我们是在多么 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然后其实离 鞋合广场离 香榭里蟹大道也不是很远 大概走我想15分钟 应该15分钟就可以到了 其实我光讲这些 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观光景点 就可以理解 其实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驻法国大使馆 实际上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 优良的一个地理位置 然后也是让我们 我刚才提到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基本上 因为我们特殊的国际地位 跟国会的交流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在国民议会 参议院旁边 那是要去法国外交部洽谈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就身为一个大使 你的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你是会一直开会呢 还是你要一直去演讲呢 还是其实你一直在办公文 大概大使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一天吗 大概6点起床 然后再来就是要醒过来 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我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6点或5,6点起来就开始办公了 因为池差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时候新闻 就已经台湾的新闻都出来了 那我这边我有 为大使馆同仁弄一个群組 我就开始看有什么重要新闻 然后就开始在发文 就跟他们知道今天有什么事 这个就有时候弄到一个多小时 然后再来就是你到办公室之后 当然公文 如果有跟中央人物对谈 我们就会出去 出去对谈 然后中午在这里 因为我再提到就是说 我们跟法国有人请吃饭 是蛮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个比较特殊的 所以建一些 有时候要找些理由 把大家找出来 要不然以前他不见得 愿意跟我们这样来谈事情 因为很多中国的因素 所以我就说常常是中午要吃饭 晚上要吃饭 还有桥界不要忘了 还有这边还有许多侨胞 台桥 华侨 也要跟他们有交往 所以其实这些 这些琐事 其实就把我的一天的心 几乎就填满了 然后我待会待到晚上7点7点半 然后8点回到家 其实也是差不多8点半了 9点自己再煮个饭 你还自己煮饭 大使你会自己煮饭 简单 您是在2016小英上任之后 就找您进来到外交部当政务次长 那个过程 您从教职变成我们说政务官的时候 小英总统是怎么说服您的 你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那段过程吗 其实更早以前在阿扁总统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参与很多 应该说小组讨论 或是协助台湾跟法国之间的 那时候一些困境 所以其实我回来教授 我也不是那么纯的教授 就是说我也常常关心 我们的外交 我们的政务事务 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是比较在 在民进党里面是比较就是欧洲 跟外交事务的一个专家 身份常常出现 所以你看我的在那时候 除了当教授之外 我的从事 一般在另外在从事工作 大概都是跟欧洲法国 然后也是跟也会适当参与政府的决策 那在2008年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想象是说 我也从来没有要进入政界 其实也没有那么 自己本身 我也不是那么政治 我只是一个专家学者 想那也不错啊 其实真的可以 把自己所学来奉献一下 尤其我自己的相信是怎么样 就是台湾在国际社会 要真的要国家正常化 不能只有跟美国 或跟日本的关系 欧洲国家支持是很重要 所以我说那我进外交部试看看 看能不能强化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所以是这样 这样因缘际会 所以就进入我们外交部来服务 就是法国的政坛 他们真的意识到 中国的野心 以及台湾的处境 很艰辛的过程 这一段路 大臣您可以再介绍一下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警惕 或者是开始 会想要跟台湾更多的接触 我来之后 第一件COVID-19的时候 就COVID-19 就武汉肺炎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实他们还没有看到台湾 当开始看到中国 那时候就是刚开始 疫情在中国爆炸出来 对不对 那欧洲其实是最开始是有想要提供协助的 那也想他们欧洲 其实会去看国际组织 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那我想有个很关键一点 他们其实后来常谈就是 那个世界温柔组织的 Dead Horse 他竟然在1月的时候讲说 其实这个病毒 不会人传人 其实不用担心 对 那法国是看着这个 所以他好几个月之后 也说不用戴口罩 糟糕 误人子弟了 被误人子弟了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 真的有点声音说 你在讲什么 后来这个就对中国的概念 有不一样了 那个是2019年 在同时的时候 我不晓得 应该大家会记得 也是香港的那个什么 香港 香港然后不断的这样在 在镇压香港 那法国事实上 跟香港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的 那这个画面一直不断的释出 事实上法国对中国的 那个事情的概念就越来越多的 有蛮大的转变 那在2020年 他们有一个战狼大使 卢沙爷在这边 又对辱骂法国的参议员 国会议员 那我们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 小英总统在2020年 就是连任的时候 那当然就如同以往 就很多国务员就写信 就祝福祝贺 那也没什么嘛 结果这位卢大使 卢沙爷大使竟然就写一封公开信 就骂说这些国会议员 就如同赖蛤马跳到脚上 实际上是很恶心 但是点了国会 没有这种影响不会痛 法国国会就爆炸了 说一个大使 讲话讲这么不得体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去辱骂 我们的国会议员 所以你看到其实是 很多事情都是很多因素 正好基因 然后我们又会去把握这个契机 那当然我们就把握 他们在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们有 给他们秀秀 秀秀 然后跟他们讲 然后还有2020年的时候 就是武汉肺炎危机的时候 法国大封城 那封城其实都没有办法来往的 那时候我们趁 他稍微有开的时候 那他们的国务员 因为也不能正常上班 我们就邀请了他们很多的政党领袖 那时候他们也都接受了 就到大使馆来 跟他们邀请他们吃便当 然后 蛮好奇 以前他们是不会随便答应 对不对 就他们以前会有点 有点适当 他说连回应都没有 庄不知道 是这样意思吗 那我给你讲 那时候最好 我觉得所以说有时候是天市 看这个城市也不太对 我天市良缘 这也不是天市良缘 就是有良机啊 有很好的机会 那时候法国师我餐厅都关的 都关起来了 然后他们法国人就很爱美食 你刚才开始提到美食嘛 那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这里有便当可以吃 那他们就 连助理什么都带来了 什么啦 原来这么带小便宜 但是我至少可以提他们好喝的酒 因为你知道好酒在餐厅是三倍价钱 那我们直接跟那个买 我们就有可以买很好的酒 但是不要那么贵 那便当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知道便当也很贵 没有那么好 但至少酒很棒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很多 美食外交 这是真正的美食外交 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是美食外交 真的是很有用 所以你看这因素加起来 有武汉肺炎因素 有中国的军事威胁 然后又有卢沙野大使 然后加上我们努力去经营 所以造成2021年 那个法国参议院 就破天荒的以304比0 通过指台湾的决议案 我想这个就是你提到的 非常感动的一天 因为我被邀请了 你知道以前真是无法想象的 以前你就要提一个咨询台湾 那都不会发生 现在竟然有304比0的国议员提案 然后支持台湾 所以这个你看这事实上是蛮 蛮久的一个功夫的一个 酝酿 酝酿所产生出来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卢沙野大使应该也还是会有所发言 有所表达 您在推动这一系列 就是2021年那一系列的决议案的时候 你有受到对方任何的施压吗 或是不友善的对待 基本上 中国的外交官是很怕我们的 我也说很怕我们 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场合 有中国外交官又有台湾外交官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中国外交官就会去跟主办单位抗议 你把那个台湾外交官弄出去 哈哈哈哈 如果主办单位有时候会同意 有时候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那离开的一定是中国外交官 他们绝对不会跟我们正式见面 好棒哦 我们就站在那边我没有要走 然后你就走吧 这大概是这种 你要先被邀请进去 你要先被邀请进去 然后也要让人家知道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没有机会跟他 跟他那个照片 他就避而不见这样 我不会去避免见面 但他会 他照给我 他绝对不会来 他绝对不会来 他会怕 懂得怕就好 懂得怕就好 中国其实的步数就这样 他会想进去办法 就是让我无法被邀请 不能出现 所以我们也必须承认 那就是说我们比较少参与 或几乎是没有 就是那种正式的外交使节团的活动 因为中国都会施压 那有过去这两三年有几个就是 由法国外交部主办的一些活动 当然他们都共讲说 中国都有比他们施压 所以这个有些我可以参加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讲 大部分我都没有办法参加 但是现在双边的就多很多了 双边 我们跟美国大使馆 跟日本大使馆 跟澳洲大使馆 前日我也有说跟那个捷克大使馆 甚至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庆 像这个双边就很多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其实我并不负面看待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是蛮相当性的 你如果被邀请去这种 这种外交团的活动 当然我们会觉得很高兴 心里很安慰 可是事实上 常常也不竟然能解决什么 一些外交问题 其实很多外交人还是要双边的 太大场合了 太多人 你不好讲 对 你能讲什么 基本上那大家还没有到很认识 然后这些多边的参加都其实蛮花时间的 巴黎的交通状况真的不是很好 现在时速限制是30公里 因为是一个社会党 或者是一个绿党 就是比较注重环保的市长 所以他的时速限制是30公里 不如骑假车 所以在巴黎塞车是非常严重 那你去 你现在不能坐地铁 所以去一定是要有司机带 是代表国家的面子 所以说每参加一个这类的活动 那我其他 对我来讲其实其他的双边的会谈 对来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没有参加 那我们就把时间都放在其他的 我们反而比较有实质上的一个关系的增长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说 如果我们现在法国人来台湾 就全部人都还要被关14加7 但是台湾来法国 你完全不用了 你生了以后那PCR test 现在应该都不用了 那这是从2021年5月那时候 那20月欧盟通过 那欧盟把台湾放进绿区 那欧盟为什么会把法国放进绿区 一定要会员国的强烈支持 因为这已经弄了很久了 那最重要是法国跟德国两国去权利 他们先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次会让你们过 那权利支持 所以在欧盟通过 就是你们来法国就没有 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其实每天像这样的一个 台湾出现在法国政治决策的次数 比以前增加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你看到就说 在法国现在其实他已经 处理台湾议题已经变成是怎么样 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常态化了 常态化了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他们不会对这议题不会那么敏感 不会然后会把这个视为 是法国重大的一个利益 世界重大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欣慰 就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当然包含在台湾 像你像大家 大家一起把台湾弄得这么好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看台湾 好感人 大使你有没有觉得像假设我们今天的听众 一般人民在我们在平常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台湾跟法国的关系 是有所提升的 其实国民外交真的很重要 现在我们在这边 我刚才提到说台湾的形象有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大家对台湾 感觉说你用民主用自由 然后可以把国家治理的这么好 然后经济又有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 在过去常常有人讲说 因为谈到台湾啊 就会谈到跟中国问题 然后现在中国因为要称霸世界 很多人讲说 你就会看到文章讲说 法国有没有可能为台湾作战 你可能为台湾牺牲吗 我们在这边常常这些问题都非常有点 stupid的 我刚开始有朋友 你愿意为我死吗 不会这样讲 我刚才讲说 法国过去对台湾并没有那么多了解 哪有时候一开始交朋友说 你愿意为我死 为我牺牲吗 夫妻有时候不一定 打到这个 好行事热索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是说 我们刚开始互相了解 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往前走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边我也常跟法国 法国也听了进去 因为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 跟法国 中国是法国重要的伙伴 还是他就在那边 而且中国事实上也有 是一个很强大的经济体 这都是事实 其实法国没有什么理由 要为台湾牺牲什么 现在是要说服他们 就说我们可以一起往前 怎么样一起往前走 你们做一个大国 你事实上是不只要跟中国交往 你也需要跟台湾交往 你不能老是讲说人家讲你是中国 一部分或者你是中国 你都必不吭声 我发现现在年轻一代都会讲话了 都会讲 那我不是 他们对于把我们写成中国人 我们这里的台巧是非常敏感的 常常要我们去抗议 当大家都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大家都说 其实你也在释放出一个讯息 他们就越来越理解到 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还有我这也可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说我来之后 其实你知道我们 我刚才提到我们地位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跟法国有人交往 都常常必须要一起去吃饭 我想说你定位 你不要再跟我讲说是陈先生定位 林先生定位 其实这个有时候也蛮麻烦的 陈先生定位有时候我们到 我们说谁定位不晓得 他就找不到 所以说定位你就给我讲一个台湾定位 台湾 你只能用台湾这个字 我就严格下来 有人没有管员 没有注意还被我骂 我说你只有一个选择台湾 这小地方就很重要了 你说你定位 那到去每个人讲说谁定位台湾 就对 你不要被我看到说你不是用台湾 这个名字去定位 好可爱 所以每个你讲台湾 那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是台湾大使馆 你知道你讲台湾有多少人了解说 法国不承认台湾 有多少人 所以你讲台湾大使馆来说大使先生什么 那个你也获得尊重 然后也给我们的管员也有很大的资金 因为每次你交通这个定位 其实大约还是不太一样的 即便没有被承认 大家还是会尊敬你 对 因为这两岸问题跟中国问题 也不是所有法国人都知道 以前我们比较不会去把 我们比较不会捍卫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identity 所以这样去处理之后 当你台湾名字定位 你看我们吃多少饭 吃多少饭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大家对台湾 这也是属于某种程度国民外交的 美食为了一部分 大家都这样去做 我认为积少成多是改变了一些事情 应该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能像以前一样 就点点了 然后就被人家吃豆腐 被人家欺负 其实真正应该要做到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 就是不管是台湾本岛的人民 站出来说我们不是中国的一份子 然后我们是不一样的主体 那跟在法国的侨胞也是一样 就是你在哪一个国家 你就是展现出你的主权意志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有像大使说到的 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国民外交 好今天非常谢谢大使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希望接下来还可以看到更多 跟台法有关的关系 慢慢的在升温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更多的欧洲的参访团来到台湾 那谢谢大使在法国为我们 做这么多的外交努力 大使叫大使加油 好 整个大使观众加油 好谢谢大使 大使拜拜 谢谢 谢谢